魁伟25年美众院议长在访台裴洛西 信守美国挺台承诺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裴洛西搭乘行政专机2日晚间10时44分飞抵松山机场 为继1997年时任美国众院议长精锐气候 25年来访台层级最高的美国政要 裴洛西此行将拜会立法院觐见总统蔡英文参访白色恐怖警美纪念云区等 预计3日下午离台 裴洛西表示 这次绿团到访是信守美国支持台湾蓬勃民主坚定不移的承诺 他并强调访台并未违背美国常年政策 台北101在裴洛西来访前点灯秀出感谢民主自由等字样表达欢迎 在他下榻的台北军阅饭店外 则出现支持与反对他到访的团体 警方加强维安措施 裴洛西专机避南海绕道底台共军宣布在台湾周边6海域军演射击 美国众议院议长裴洛西2日搭乘的美国空军专机从吉隆坡起飞后 为踩最直接跨越南海的航线 必经7小时才到台北 比一般直飞台北的时间多出约两个小时 此举被认为是避免过度刺激中国 但中国方面对裴洛西一计划访台人显得气急败坏 中国外交部指责此举是重大政治挑衅 并连夜召见美国大使抗议 中共解放军并宣布4日至7日将在台湾周边6海域进行军演并组织实弹射击 范围大于1996年台海危机期间共军类似演习 部分区域更侵犯台湾领海 裴洛西到访前中国图禁止进口于2000项台湾加工食品 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裴洛西访台前夕 中国海关总署图暂停台湾多家食品厂的产品进口 台湾企业于58项食品类别的3200笔登记中 有2066笔被列为暂停进口 比例近65% 受影响的包括郭元义 乖乖义 美加德等多家知名厂商 农委会表示 并有三家茶叶业者约700艘船入列 高炳业者对此感到错愕无奈 判政府协助美和其他国际通路 行政院表示将协助业者妥为因应 遭中国列入暂停进口的乖乖公司表示 尚未收到中国官方通知 但该公司产品以内销为主 在中国市场的营收不到百万元 庄人祥估BA0.5疫情可能攀升高端疫苗巴拉圭三期试验效果优异 国内2日新增23302例COVID-19本土确诊 31人死亡中重症84例 有医师认为 8月底BA0.5疫情恐破万例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发言人庄人祥表示 目前本土疫情呈现缓降趋势 据国外经验 当疫情到低点数周后 BA0.5就可能攀升 另外 高端疫苗于巴拉圭第三期临床试验今年2月完成其中分析解盲 亚松森大学团队一日分享成果 包括曾感染的血清阳性或未曾感染过的血清阴性受试者 高端对比S疫苗皆达到优越性结果 金管会重罚开发金吉子公司共2840万治理不加6高层群癌罚 开发金大股东孤仲淫等人一介入公司治理 金管会2日罕见祭出三大罚单 重罚开发金子公司中售及凯基镇合计新台币2840万元罚还 6名董事长及总经理权挨罚 其中有两人遭停职4人减薪 金管会指出 开发金不仅为建立和大股东沟通的适当控管机制 甚至将公司内部资料提供给两名完全没有相关权责之人 违反公司治理行为 这次开发是继星光金大股东吴东进干政后 并一起金控大股东干政裁法案 美军无人机建工击毕911恐攻主要策划者 美国总统拜登宣布 美国已击毕全球头号通气犯盖达恐怖组织首脑萨瓦里 外媒报道 美方7月30日在阿富汗地区利用一架无人机发射两枚地狱火飞弹进行这起攻击 盖达组织2001年在美国发动911恐怖攻击 造成近3000人丧生 外界认为萨瓦里是关键策划者 盖达创办人宾拉登2011年遭及毕后 萨瓦里成为盖达头号人物 拜登说 这次空袭让正义获得伸张 法国与英格兰预史上最干7月全球2022上半年自然灾害损失于两兆 英国和法国的气象局一日表示 2022年7月是法国和英格兰部分地区有记录以来最干燥的7月 法国整个月降雨量仅9.7毫米 英格兰地区7月平均降雨量为23.1毫米 严重干旱重创当地农业 也迫使英法两国实施限水 根据瑞士载保险公司 全球今年上半年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 总额估计高达720亿美元 约新台币2兆1595亿元 总理不达领带高速公路关灯欧洲各国出招拼节能 欧洲各国面对通膨高涨和能源危机 纷纷展开节能运动 西班牙总理要官员学他不达领带法国对商店部关门 让冷气外泄寄出罚款比利时高速公路关灯等 荷兰丹麦和芬兰都被俄国切断天然气供应 其中荷兰政府准备对用电大户开刀 明年起强制减少用电 丹麦则鼓励民众冲早时间缩短少用轰衣机 台铁上千人薪资偏低8月起全调至3万元以上 台铁2日表示 目前固定月薪偏低员工 有1138人 严理调升约一至两成 让每人月薪达新台币3万元以上 交通部核定追溯自今年8月1日开始实施 试用对象包括服务左里参旅服务总所自雇人员等 调整后台铁局将无月薪低于3万元的员工 另外 台铁也分别发给奖金津贴等非固定性给予 例如担任危险植物者加发危险植物津贴轮值夜班者加发夜点费 巴西头部连体因VR协助下分割成功医师 起初没人相信能办到 外媒报道 巴西一队在2018年出生的双胞胎卢部连胎 历经7次手术后 最终在虚拟实境 VR技术协助下成功以手术分割 参与的医师说 这是他遇过最困难最具挑战性的手术 起初没人相信这能办到 救了他们两人是具历史意义的成就 根据统计 约每6万新生儿中就有一粒是连体因 其中只有5%是卢布连胎 以上是今天的重点新闻摘要 每日6分钟 掌握天下事 中央社早安世界 明天再见